知道什麼叫反應速率之後 我們在國中隊的學習重點是 哪些因素會影響到我們的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速率 它的影響邊緣有什麼 這些面積、濃度、壓力、溫度、催化劑 它都會影響到我們有效碰撞的頻率 就是單位時間之內有多少的有效碰撞 因此就影響到我們的反應的快慢 我們就介紹這些因素 介紹這些因素 然後要給我理解它們怎麼影響的 怎麼影響的 OK 第一個就是本性 有什麼的活性大小 有的活性大 有的活性小 活性大就反應比較快 活性小反應就比較慢 所以大可以燃燒 可是銅會氧化 可是銅不會燒 所以我們做過什麼 燃燒實驗判斷活性大小對不對 很容易燒的活性大 不太燒的活性比較小嘛 OK 可是 這是因為本性的關係 那 納甲活性相似 化學性相似 但是呢 我們有背過 它周期表面越後面的活性會越大 所以甲的活性比納大 所以甲的反應會比較劇烈 所以反應就更快一點 更快一點 然後呢 鎂跟鎂都會跟鹽酸作用 可是鎂的活性大 我們背過那個甲鈣納鎂 鎂清雄時間筋嘛 比如我們加大 所以鎂的反應比較快 這是因為我的活性大小的關係 然後這就是背這個釋訊 然後我把氫標出來的原因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背過活性大的金屬加氫酸會產生氫氣 那什麼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就是活性比進來的大 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它會產生氫氣 所以把氫標起來給你看的原因在這裡 OK 那活性會就是本性活性會影響我反應的快慢 然後還有一個接觸面積 然後我們國中教你的就是陳正比 接觸面積如果變三倍 反應數字就會變成三倍 我們國中就這樣教你們這樣算就好 確切實實的狀況高中以後再說 那麼怎麼樣讓我們的面積可以變大就怎麼樣 切碎 弄碎一點 弄碎一點反應那個面積就會變大 弄碎白的面積就會變大 然後所以考試有題目一個地方題 然後每邊五等份 那請問你反應數率會變成幾倍跟算 然後每邊五等份表面積變幾倍 你就知道反應快慢會變幾倍 所以叫做接觸面積 接觸面積影響到我的反應的快慢 再來就是所謂濃度 就是剛才的面積類似 越濃就東西就越多 東西越多碰的機會就會越多 所以反應就會越快 國中教你的也是成正比 濃度變兩倍 反應就變成兩倍 我講過了確實的學問 真正的狀況 高中以後再說 換句話說我們國中就教你 它會成正比 所以呢濃度 那麼濃度就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是跟酸作用 那有所謂的氫離子濃度 但也可能給什麼 也可能給的是pH值 因為pH值就是代表性濃度 這兩個結果是相反的 你要小心要注意 你要怎麼寫的 配層溶液就可以磨得碎碎 剛才講過把它磨碎嘛 就會面積會變大 反應會變得更快 然後我配層溶液就磨得碎碎 全部都拆開來 然後同時配層溶液 之後可以調濃度大強 可以控制反應快慢 所以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能夠配層溶液的 我們通常都會配層溶液來反應 因為反應會快 而且可以控制它快或者是慢 藉著調整濃度來做 OK 比較多濃度的影響 再來就是所謂的壓力 壓力主要是影響氣體的反應快慢 那如何讓我們的一缸子的氣體壓力變大 有一些方法 如果體積一樣 溫度也一樣 那就是氣體多一點 如果體積一樣 氣體一樣多 那個溫度就可以高一點 如果東西一樣多 溫度也一樣 讓體積稍微小一點 那不管採取哪一個方法 基本上都會使它的碰撞機會會變多 那麼也就是反應可以變得很快 所以對氣體而言 一般來說就是加大壓力之後 加大壓力之後就會使得反應會變得比較快 就是壓力的影響 但是我們通常講壓力的時候是對氣體而言 所以前面介紹了本性 介紹了面積 介紹了濃度 還介紹了壓力 對我們的反應素的影響 請你要記得它們會影響 同時要知道它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反應快慢 OK